郭美他是在星期二的时候 他有出庭就关于破产的 然后还有一个法律的网站 还有一篇文章说 他可能会面临一个联邦的刑事的调查 这实际上是伟类在传播的 这是他们传播 我听说这个人 这个作者当时就在庭上 这个Aaron Keller 听说在庭上 但是显然他传递的信息是错误的信息 伟类也是到处造谣传播这个信息 为什么说他这个是错误信息的话 他们传播的信息就是说 郭美也被刑事起诉了 但实际上你去查这个案件里面 没有郭美被刑事起诉的案件 这个只是在SEC的3月15日的时候 他有提到郭美的名字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从SEC的官网上面 那么其实这个文章 混淆是非的缘由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郭美去倒庭做辩论的时候 他行使了第五修正案 那么就为什么他行使第五修正案 他可以可以行使 那是因为他在郭县的那个案子当中 他有行使起诉书当中 他有被提起 那么他就有这个权利在那边行使第五修正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他就是多次用这个第五修正案 但是法官允许他这么做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不可以就是 就是经常用这个第五修正案 所以这个就被伪类这些 这帮人 就这个作者 故意混淆是非 让大家觉得郭美也被行使起诉了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所以大家 有时候我们战友可能也搞不清楚 给大家去普及一下 不要被带偏的方向 是吧 好的 好 那下面一个呢 听说西史诺也去了 西史诺很想去拍一下郭美的正面照片 结果应该是没拍到 很失望的是说 没想到郭美没有传说中那么胖 而且不是 而且很高大 对 对很高 西史诺想拍照片 是不是想的是又矮 然后又丑 是吧 但是很令他失望的是 第一他没拍到 然后看到了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嗯 是吧 因为这些都是垃圾